午飯時間大夥低頭禱告 接著在一起排隊夾菜吃飯 斷水斷電除了空頭物資 大家自發性的打開家裡冰箱 將食物拿出來一起煮餐供食 烏蘭地區主要道路新烏路遭洪水掏空一個大洞而中斷 空頭物資有限 道路又還沒有搶通的部落 只能透過年輕人翻山越嶺運送物資 那天救援隊上去 從早上開始上去 下午才下來 他們拿米上去的救援隊 在我們這邊的 差不多 差不多四五個小時 年輕人上山下山需要汽機車運送 油卻一直呈現不敷使用的狀態 而且通往信賢禮路上多處攤方 不想坐等政府搶通 有里長動用小挖土機 想先將道路騰出單向道 不過也因為沒油的問題時停時坐 里長表示目前信賢禮有 八十幾位居民 大部分是老人 這幾天原先在外工作的年輕人 都回到家園來幫忙 居民又統一開火共餐 難得感到部落有聚在一起的互助氣氛 大家也互相勉勵 希望可以度過難關 這集我會打給新北市烏來採訪報導 好